會講它這邊是太空商是因為我們 大量用了蠻多深色跟那種金屬版的顏色 灰色系 它有一點像進來的那種復古感 就是跟那個牙皮縫是對的上的 對啊 就是你從外面看的時候 它其實有點霧化的那種味道 所以就是整體只要衣服放上去 包包放上去其實它很高級 又到了設計開上的單元 欸Rita已經立刻 你就知道看到Rita就知道 我們現在又在高雄囉 那上一次介紹完算是二樓的空間 你還沒有看過二樓開箱 先不要打開這一集 先去看這邊二樓開箱 再給你看這一集 這樣才會有連續感 再來我們就站在三樓提供空間 就是風格其實也有一點奇怪嗎 在玄關 對 其實整個玄關的包覆感是蠻強烈的 那三樓的話 其實它整層的空間 是走的比較現代的感覺 其實從電梯一出來 就可以有那種 就是一個迎賓區 所以這一集見的好處就是 沒有辦法很大 嗯 沒錯 對 那這一層居住的成員呢 就是小兒子一家三口 格局的話 是大概有七十坪左右的室內空間 然後這邊有三房 兩廳兩位 一儲藏室 跟三個更衣間 他們喜歡的是偏現代的 對 它其實找來的照片跟二樓很不一樣 很偏飯店的感覺 然後顏色其實用色蠻大膽的 然後都走深色系的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幫我按下訂閱 開啟 小鈴鐺 然後還有嗎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為什麼老師要我講這句話 好 那我們接著就進去看看 就是這一間呢 其實它的空間的顏色 定義它是黑色灰色 那時候你在發想這個空間的時候 它所鋪成的這些基底 你是從什麼地方開始 業主其實一開始蠻明確 他喜歡走現代的風格 所以我們的設計發想 其實是直接帶他們去挑鑽 我們先確定了 他們工具要鋪的鑽 因為它其實這個 其實本身就蠻強烈的 我們再去長立面的造型 然後來呼應它 風格感就會非常強烈 而且是很有印象的那種味道 因為這一顆 食材界叫做什麼 聖羅藍黑金 所以就是它裡面會有一些 白色啊 灰階啊 然後有一些帶紅的顏色 你會發現 你在立面的這些素材裡面 也看得到這些的顏色去呼籲 像是我們B漆的部分 我們就是走比較深階的灰色 然後我們其餘的話 像是這種黑色的部分 我們是用深色的木皮 那我們不希望整個空間的感覺太重 所以我們就是讓壁面櫃底 跳了一個淺灰色 後面也跳了一個胡桃木色的 這種質感 而且它就拉上了一個燈光 它等於是順便做一個 轉角斷徑 對 對 然後它的穿鞋 也是做一個對前竿掛 然後因為掛衣服的話 其實在最前面的時候 感覺淋亂比較不會被看到 對 因為它剛好就是在門口 可以被遮到 但如果說有親戚朋友來 客人來的時候 吊衣量不夠的話 我們廊道那邊還有一個收納� 那邊也可以 就是有多一些的吊衣服空間 其實我覺得我現在有一點 自身太空艙的感覺 對 其實它整個的感覺 因為它用了很多圓弧的造型 它算是一個貝櫃 又含就是電視牆的界定 其實平面的這種感覺 就已經分配清楚了 對吧 其實當初平面在配的時候 電視牆的造型 我們是做一個 它是一個量體 然後我們旁邊收了一種 大圓弧的感覺 其實配起來 就已經滿明顯的 明確這個空間 就是會走這種開放 然後現代式的風格 會講它這邊是太空艙 是因為我們 大量用了滿多 深色啊 跟那種金屬版的顏色 灰色系 走在這個空間裡面 它會有一些 光的線條的感覺 然後包含就是空間延伸 就是像比如說 這上方用的是 我們用灰鏡 嗯 就是想要讓它有一種延續 然後放大的這種感覺 OK 我們現在就是在太空場裡面的客廳區 欸 其實這個反過來 它其實就是一個 比較淺灰的顏色 然後我們金屬版是用在哪 在我們的背牆上 在做這種面料的時候 嗯 其實會要很注意的地方 其實就是燈光 嗯 就是你做的地方會不會刺眼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下的地方 像明鏡 它是剛好是在過道上 所以其實即便有燈光的反射 你不會直接對眼睛有刺激 那這次的金屬版是在這種 類似像沙發背牆 它也是一個側邊的反射材質 它也不會對眼睛有影響 可是 它對於我們空間的客氣感就效果很好啊 嗯 我真的覺得 處女座喜歡的東西 蠻搶眼的 嗯 對 那 接著呢 我們去看那個星際酒吧 因為那個空間子我蠻喜歡 也算是很實用的空間 嗯 你說雖然這是星際酒吧啦 嗯 但是呢 其實我更想要介紹它其實是一個 蠻實用的開放式廚房 嗯 這邊的話就是有一台砍入式的烤箱 那其餘的部分其實它都是小家電類的 所以我們設置的就是吹拌器收納過 一般家庭你除非譬如說烤雞啊 或者是烤餅乾類的 你才會用到這種就是大台的烤箱 裝任何東西之前你真的還是要 考慮一下自己的使用習慣 沒錯 它其實三樓跟二樓一樣 他們就是要有鐵板燒的這個功能 其實你後來發現它的鐵板燒是真的有在使用嗎 對你看這個是使用過的痕跡 所以其實對他們來說真的是有在用的欸 而且這一戶其實早就搬進來了 對啊 然後弟弟其實會煮的對不對 對 它好像以前是餐飲科系的 所以他們其實家人都是會煮的 然後呢就是洗碗機我們在講說左右這件事情嗎 其實就是要看空間的設置 因為通常洗碗機一定是在水槽的 左櫃或是右櫃因為它需要接水源 那就要看你的空間過道動線哪一邊你會比較順手 所以其實在水槽左右邊我覺得都可以 那其實呢我們在留水槽跟就是中島之間的這些操作距離 一定需要的尺度至少都會在 九十九十米以上 主要是你轉頭回來用到這個的操作距離是要順手的 它這邊有一個就是那種方菜刀啊沾板的地方 然後因為它下面沒有底板它就可以徹底的量 硬乾 這邊拉出來的話是有一個調味料的側拉抽 現在很多那種不含防腐劑的調味料 其實它都是要冰起來 所以反而你就是在那個廚房附近的調味抽的那個大小 其實就可以蒸出來不一定要拿到那麼大 但還是取決於個人的使用 對 它這邊操作是一個專角平台的部分 就是我覺得專角平台這個空間其實蠻大蠻好用的 然後像它這個是屬於爐火的部分那是涼爐嘛 對 那你自己習慣是用類似這種火的還是電的 真的有在煮的人啊還是習慣爐火 所以你的你的炒菜鍋是那種 中華大炒鍋啊 哇賽 而且這一個的面板跟樓下也是不一樣的 對 不一樣 樓下的話就是走亮面那種捷徑剛烤的材質 然後這邊的話 因為它其實反光面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我們這邊的材質我們就是選了那種 熱修復的霧面的美奈板 它這邊其實全部都是做 抽屜收納層板收納 其實這一櫃非常的好用 如果是乾貨啊或是餅乾啊 其實它們都會有自己的位置 而且它這邊還有一個大怪物大量 對 就是它這邊是放鍋子的部分 嗯 接著就是它冰箱是設置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覺得設置這個位置的好處是 你回來的時候 你可能東西全部放到這邊來 然後就開始全部收 全部收放回去 其實就是以操作動件來說 就是它是非常好用的一個空間 其實一般來說就是一般家庭 你很少看到這種鐵板燥的素材 就是你晚上那邊喝點小酒 然後弄個牛排來吃 其實很不錯耶 就是真的是在家裡有一個小酒吧的感覺 接著我們來開箱 我們副總Rita 最愛的 客運 客運的節目 對 我就選這間女士 好 開 我喜歡這邊的感覺就是 就是它這個磚其實我們選的很特別 我們就讓它同系列 然後不同色的磚這樣做搭配 然後因為我們這邊的檯面 我們是特意選的這種 一樣是燒麵的黑色的食材 然後其實我覺得你在那個玉桂的搭配 其實它又回到你遲 就是它很現代 但是它又有每次的感覺接著在你 對 然後它這邊的浴缸的話 我們是做搭配型的 它的尺寸也是剛好 我們這邊會選擇用這種 就是氣的浴缸也是因為 它的尺寸其實沒有辦法放線瓶缸 氣起來這個浴缸的感覺 就是很像那種日式搭配的感覺 在這邊的話 就是也很適合泡澡 我們這邊其實同一塊食材 這塊黑色的印度黑 我們讓那個洗手台的檯面 跟浴缸的做面 這它是做燒麵的 然後同一塊食材我們也有做門檻 跟淋浴間放背瓶的砍洞 那我們就是用亮麵的 因為它可能比較容易會有皂縫啊 放一些就是洗髮用品的 所以用亮麵的話比較好清潔 這是主人房 這一個空間的名稱 時尚品味 英倫牙品 夏威夷 其實這一個二件事的玄冠城的天花板 你色的顏色我覺得也蠻大膽的 我們就是做的有點像窮頂的那種感覺 就是讓它是補上去的 那我們希望這個進來的空間 是比較壓一點的感覺 然後再配一個就是很現代的吊燈 而且其實這一邊的櫃體的那種 就是線板狀 都是讓它比較立體 而且你知道我們每次進到一個空間 其實最好就是像有這種端頸的腰桌 然後就是屋主他也有他自己的收藏 對 所以當初留這個收納櫃也是 因為他就說他想要擺點東西 不知道要擺什麼 設給你了 你就可以進行的去買 那我們透過一個收框 我們要去看看夏威夷放在哪裡 夏威夷 好我們去看看吧 夏威夷在哪 夏威夷應該是我們房屋主的這個配色吧 其實因為我們有時候在做這些主題配色 包含就是房屋主在挑選卵妝的時候 其實帶入主題很重要 因為它可以強化整體 就是不會讓它那麼硬 即便這是現代 可是其實顏色配對以後 你會發現就是它會很有記憶點 因為這邊是現代的風格 所以其實我們用了蠻多鐵劍啊 杜泰類的 然後去增加它的一些層次 然後跟它的一些精緻度 而且我覺得這邊空間如果到晚上應該會蠻舒服的 因為你做了很多現光的感覺 而且它是低光源 即便用的顏色很重 但是它不是這麼沉重 它是很輕盈的感覺 接著我們繼續往前看給你增 這一塊是什麼 造型玻璃 它有一點像進來的那種復古感 就是跟那個牙皮蜂是對不上的啊 對啊 就是你從外面看的時候 它其實有點霧化的那種味道 它這邊的話是用比較重色的墨皮 然後後背的話我們是稱了一個深紅色的美奈版 也是一樣延續就是它們的陰倫牙皮蜂 所以就是整體只要衣服放上去 包包放上去其實它很高級 然後加上那個後面那個紅色的這種防色感 其實進來的這種風格跟進來到它那個二進士的空間 而且就是我很喜歡那個口紅架 因為女營業主它就是口紅蠻多的 然後可能一些指甲油啊之類的 需求給的越明確 所以我們就可以幫它設置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有點像是那種展示的感覺 這種地燈都是畫龍點睛的功效 我們希望它就是從窗外飛進來 然後看進來的感覺啊 就像那個吊劑一樣 為什麼你會像這樣子的方式去做懸吊 希望它是脫開的跟地板脫開的 因為一來實際面的話我是怕它去撞到 然後包含我們就是整個空間 我們都做很多圓弧的造型 我也希望它這邊是圓順的形態 這樣子的造型跟鏤空的這種感覺 也是希望它可以有點懸浮在半空中 這間的浴室呢它是屬於髮型 因為這個空間蠻有這個條件 而且它選的磁磚又是這麼有戲劇張力的磚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它這邊可以達到那種 就是很飯店式的感覺 那因為它這邊空間條件可以 一個是比較寬的面盆區 然後一個是比較窄的 我們刻意讓水槽過來 除了因為它進門的條件 偏邊它會比較好用以外 對你留一個大平台 你其實真的平平光擺上去 還有一個就是你要洗澡換的衣服 你這樣放的也好用 對 這邊它覺得磚又跟基礎的這個風格很不一樣 就是希望這邊可以帶有一點多一點華麗度 這邊就是偏現代的感覺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帶有一點點古典的元素進來 這邊的空間的話除了睡眠區以外 就是一個推拉門打開了之後進去就是更衣間 這個空間算是保留給可能的第二個小孩 第二個小孩 對 現在暫時設定的定義是客房 整體呢我們還是用一個胡桃木的色調 讓它呈現比較中性卻有質感的樣子 我們會希望說它還是一點活潑感 所以在天花板我們就拉了四個胡角 讓空間的感覺其實它不是那麼僵硬 其實空間記憶體做的還蠻素雅的 對就是為了留彈性給未來的使用者 接著我們就進到它的硬件 大面積櫃鐵的部分我們使用胡桃木色 然後背牆的話我們使用灰色的美奈版 對其實這個空間蠻重性的 我覺得日後不管成員是男生或女生住 感覺都會蠻好的 因為這邊是開放式的更衣間 所以我們的釣魚桿就會特別的幫他們做配色 而且我真的覺得他們這一整家人都喜歡 好像有一個進去再進去再進去的空間 就是讓你不會一次一眼看完的地方 就讓你不會被發現 就這邊很適合玩那個多米港 對啊可能會需要找很久 對 這個就是女孩房空間 它的名稱是 小仙子的樹屋 這邊是一個 也算是一個二近似的空間 在生活使用上 機能這些動線也非常的方便 而且就是它進來有一個隨意雕掛 對 就是這個就是很隨性的這樣子吧 這個就是很生活面的東西 你用可愛的這種掛鉤 它其實也有這種裝飾 對我也想要 好那我幫你裝 接著呢其實這個就是幾乎每個女生都喜愛的 一個夢幻更衣間 然後它用的是小冰柱的玻璃 對 這個我們可以進去看看 這個超可愛的 對 因為它這一間住的小朋友 它現在我記得是兩歲 擺上去這一切就是非常的可愛 對 非常的合理 這邊你也是用那種貼皮推油的方式 讓木皮呈現它自然的味道 對 這邊其實一個做一個白色的這種拉鏡 推拉鏡 然後它又做一點古典的小斜角 是很好看 為什麼叫小仙子的樹屋呢 小仙子的話就是其實是這邊 大基底的配色 那樹屋的話 其實這整間的設計啊 是從我們先決定的壁紙 很有叢林感 就是假設你現在在樹屋裡頭 往外看的世界 所以這邊挖了一個像這樣子的洞的概念 因為有時候樹屋 我們不會去做太多樹木的意象嘛 所以其實用淺色的木皮 去把這種風格的味道帶出來 因為你畢竟還是常駐的一個空間 平台也一直是你很喜歡運用的一些元素 對 因為平台真的很好放東西 而且平台的深度也不一樣 如果說平台比較淺的話 我們可能就不會打光 那我們上面可能就是會 真的就是放它一些白飾 但如果我們深度拉的夠深了 我們其實就不用買那種床邊櫃 我們剛好就是挖洞了之後 就可以當成它放東西的地方 而且就是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梁柱的部分呢 其實就把它全部就收成弧形狀 然後再從裡面透光出來 那空間的柔軟度就更高 然後讓整個空間它變得比較溫暖 它最後有買這張熊熊衣 我真的覺得 很出乎我衣料 太適合在這個空間了 我們希望這個角落可以讓它是 撥在這裡 看出去的一個地方 對 所以它這個熊熊衣我覺得 妝點得非常好耶 不知道看完今天這一集三樓 你們有什麼樣的想法 可能我們一開始在錄的時候 有點渾渾吞吞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錄一整天 然後從六樓落到三樓 其實坦白說我們自身在這個空間的時候 自己是感覺很精彩 跟屋主討論 這一家人討論其實是要蠻大的耐心 因為他們的想法很多 對 他們其實空間也很多 所以每一個人 你看就是 他每一個房間要的主題 全部都不一樣 就是挑戰很大 但是我覺得其實給予的發揮空間也很大 對 其實做起來蠻過癮的 做這一場的設計 我覺得他們會很期待搬進來 他們其實就是 從施工的階段到 慢慢的形態越來越明確的 看著他們很開心的樣子 我也覺得 很替他們開心也很有成就 通常這二三樓呢 其實這就是自立自建 可以完成很多 跟別人不一樣的夢想 因為它的空間尺度大 你能發揮得更多 那不知道呢 就是大家喜歡什麼樣的空間 或者你喜歡 哇這個素材很特別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喔 今天呢 我們的設計開箱 兩層樓 就到這裡 圓滿囉 那我們期待入主觀進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咦 也記起來了嗎 英文牙癖 時尚牙癖 英文牙癖 好 好 這個名稱是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